大家好,我是Scoffield 我今天會介紹Pentex 新的鏡頭 在出發之前,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鈴鐺 可以支持我,可以去多些不同的地方介紹 拍片給大家看看 今天這個Pentex 特輯比較長,分為三部份 分別是相機介紹,街頭試影和賽後評估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部分,可以直接跳過去 謝謝,現在去片 好,多謝Pentex RICO 香港代理 尼闊和日本的Pentex 給我一個機會 試用這部新的菲林相機,真的很開心 好,跟大家開箱,這部就是Pentex 17號 好,Pentex Juna 我們現在打開了 說明書,Pentex 的說明書 然後這個,It's time for film 剛剛Pentex 的同事就說,其實紙皮有點厚 閃閃靈,不知道大家說過了 這部機當然已經用過了,所以我就用了這個膠袋 有鏡頭改,有這個手帶 跟大家看看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就是病鏡,你看到也很薄 25mm,在半格機來說 應該等候35-40mm,是135格式的 可以安裝Filtre,40.5mmFiltre 你看到它有顯示的 例如花花,微距,餐桌,人,大合照,風景 如果你不喜歡看這些,下面有個專業一點的尺 2.5mm,0.25mm,就是這個微距 之後一路去,0.5mm,1.2mm,1.73mm,和無限 我現在用3,等下它這個大合照 好,這部機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這個Wheelfinder 是直接指在這個位置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當我用過OVF,我可以看到 看到裡面,看到裡面 我現在正在拍攝這個大的團體照 所以很方便,你可以看Wheelfinder 一會兒看到你大概在用什麼的焦距去拍照 另外,這部機的機身特色 你看到就是旗艦,和底部都是用尾盒金做的 金屬就沒那麼容易花,中間是膠來的 但是看上去都不醜樣的,OK 還有,摩訊手都很實正的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OVF 有點磨砂亮亮的,用Pentax的字樣 這個OVF很漂亮的,我很喜歡 另外,這裡是入電位 很開去入電,R2 battery 入電位做的手柄其實挺有心思 一般這些復古機,通常是沒有手柄的 那,沒有手柄會怎樣呢? 當你握上手的時候,很容易手指會按到鏡頭 這裡剛剛好,以後這樣握著 很少機會會按到鏡頭的畫面 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Function鍵 最重要就是這個Function Mode 它有三種顏色的,白色、藍色和黃色 藍色就是全自動模式 白色就是無線光燈,Low Flash的效果 這個白色全部都是不開線光燈的 P mode就是無線光燈的程序模式 月亮這個Tenpenters的同事說 就是會刻意減低快媒速度 以深細光圈去應付一些暗的環境 你可以拍到前,又拍到厚 Boken就反過來 是盡量開光圈最大為優先 看看會不會拍到散景 B mode就是平常的B mode 好,黃色區就是有閃光燈的程序模式 P 而這個月亮就代表萬塊門的閃光 這個就是強制閃光 所以黃色就是閃光,藍色就是全auto 白色就是無閃光,很簡單 然後這裡有個Phylm顯示的位置 不過我不知道我現在拍到八張或十六張 還是第幾張,應該是差不多第十二張 七十幾張就拍了 這裡就是曝光無常 這裡就是一個ISO的轉盤 要注意,這部機器是沒有DX code的detection 所以需要按住這個位置,然後扭這個ISO ISO顯示有50-100 這裡有兩點,代表120和160 例如Codec的Portra 160 200,400,800,600,300,800都可以 很方便,全能的Phylm都可以用到 這裡開關鍵 開關鍵 開關鍵,你會看到它是亮燈的 可以代表是過暗,過暗的情況下會亮燈 另外也有機會,如果你蓋著快門 即是蓋著鏡頭蓋,按 它也是會亮燈的 告訴你,還未開過鏡頭蓋 還未拿走的 這樣就不錯 好,那第一桶就會用富士Superior 48 玩一下這部新機 在Pentax 拿了機器 已經是香港時間6點多 天氣很暗,太陽差不多下山 所以拍照以400度ISO-Phylm來說 很暗,沒有收穫 於是我第二天再見 好,今天又回到尖沙咀 因為上次下班後都天黑了 拍不到什麼 今天拿木機出來,貼上膠紙 去逛逛,拍一下這桶Phylm 就這樣吧 剛剛在地中海找到你這個題材 今天和上次下班一樣 這麼多人 但是天氣明顯好 剛剛拍了一些白鬼夜行的影像 現在又離家城出現了 剛剛被人過了 出來了,這裏是不可以進去的 我這個年輕人偷水泡 我這裏有很多人排隊,去吸收獎人 究竟吸誰呢? 是吸這個Jacky Chan 有很多人在排隊買雪糕 有很多人在排隊買雪糕 這裏買明信片 這裏買鹹酥 剛剛發現了一些反光位的漂亮 不知道認不認得到 隨便按一下 現在上到這個開光城 上去天台看沒有東西拍 好笑拍照 拍到沒有人的東西 試一下這些構圖 幾何構圖 現在畫畫都很喜歡這些構圖 有陽光 但已經拍完了 和菲林 終於拍完了 是72 剛剛拍到72的時候 還可以扭 我還怕我根本不能進捲菲林 根本沒有過菲林 但是扭一扭 這裏還會動的 所以應該都正常的 開菲林 看看成分 大家好 我剛剛從尖沙醉回來 就看過一些照片 我發現這部相機的相機鏡頭 其實都頗銳利 拍出來的色彩都頗濃郁 相信就是因為它用了這個說明書所說 是Pentas 的一組三組三枚的 叫做Aspio Mini 的鏡頭 應該是之前的combat相機的鏡頭 層度膜都是新的度膜 所以拍出來的成像質素和色澤 都是非常之好 跟一般的菲林膠相機其實差很遠 而它的光圈組合是9片 所以就意味著它拍攝聲幕的效果是拍得很好 不過很可惜 這次我去尖沙醉 就是隨便勾拍 天陰陰 拍不到聲幕的效果 下一次我嘗試一下 用它這個月亮模式 試試拍一些強光的照片 看看可不可以拍到 這個收細光圈的聲幕的效果 我之前也看過一些相片 是聲幕的效果 拍出來真的頗漂亮 我也很期待 第二桶我會試一下 而講一下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不好的地方 第一點就是那個快門的按鈕 我覺得這個按鈕 按下去有一點油壓的感覺 好像有油壓的感覺 可能是我自己的手勢問題 我喜歡有些彈弓感 按下去一按就按 按下去 或者是半按和按是感覺到的 不是很喜歡的 都是這些因人而而的 第二就是作為半格機 這部機的大小是等於135 我覺得又不像那些半格機 通常半格機就會再小一點 這部機稍為大一點 如果它可以做到再小一點 就可以拿到這個半格機的優勢 另外如果這部機 可以有分享和重補 效果更加好 例如它有一個按鈕 我可以解開那個快門鎖 可以再按多次 好像LOMO之前的那部機也是這樣 就會方便些給我 可以玩一些不同的攝影的構圖 增加攝影的樂趣 另外我個人認為這部機 總括來說很像這個135相機 根本它的外形 就像以前的135的飛臨相機 價錢不算比中古的飛臨相機 那些compact機便宜 但是它絕對是運用了 現時今日現代的科技 包括測光、對焦 以及鏡頭的成像、質素 所以絕對是用回2024年的科技 去呈現飛臨的情懷 這一方面我是蠻喜歡的 很少一些攝影的公司會開啟 這條飛臨的LINE 是一些半專頁相機 這東西很難得 而且36張的飛臨 可以拍到72張 而我可以偷拍到78張 偷到78張 其實相當之好 尤其現在數碼年代的人 都喜歡求求其按 按完再按多東西 因為怕拍得不好 所以這方面 在飛臨時代半格機 就完全可以讓你放空拍 就像我這一短78張 真的亂拍的尖沙咀 很有快感 平時用RICO 就有這種快感 因為數碼 現在非想情懷 都可以做到這種快感 也是很開心的 還有它就是可以標準直到 雖然有點不習慣 經常拍錯了 這樣拍原來是打直的 不是打橫的 但是直到有一個方便 就是現在很多手機 人們Loop 都是Loop 一些直打直的相片 絕對是很方便 拍完出來 Scan 完就直接放在Instagram 放在抖音 我不知道 一些直到的相片 是有這個優勢 另外半格機有一個樂趣 就是 如果你Scan 一張135的格式 你會變成兩張直到的相片 拼在一起 會造成一些故事性 你可以是一張 兩張拼在一起的 一張135格式的相片 呈現出來 但是左右兩邊有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角度去影響 就會有一種脆味突出出來 有種故事性可以濃縮在作品裏面 這方面都是半格機的優勝 我記得Pentax 的設計師 Takirou 曾經說過 Analog Camera の世界に入ってきた Wakai Moro が思気に楽しめるような Kamela のコンセプになります 這裡提到 他說希望可以把 Analog 的一種世界 呈現給一些 Wakai Moro 的年輕人 令到它們可以享受一種拍片的快感 我覺得這部機 是絕對以這個目標去做的 無論形狀 就像復古的飛臘機 當然它真的是飛臘機 但是是年輕人喜歡的 而且半格可以拍很多張 而且能夠從一種故事性的呈現 半格機故事性的呈現 或者一種直到模式去分享給社交平台 這部機絕對是以這種方式呈現出來 亦都應該相信會受年輕人的歡迎 說真的 我如果要買機入門玩飛臘 我就未必會買Code M35 拍完好像拍不到或者過暗 但這些機完全是優勝 而且有微距模式 撐長模式 拍食物也可以 拍人也可以 拍貓也可以 拍你生活的故事 跟女朋友的生活 去旅行 七八張去旅行 最多帶多同飛臘 我相信Pentax 做這部相機 目標其實就是希望它可以 在這個 令王時代 能夠繼續做到它的 國民相機的一種使命 我相信Pentax 今時今日 Pentax 6.7 都仍是很受 各位攝影師的歡迎的同事 我希望這部機 亦都能夠成為 Pentax 能夠 在這個相機市場 繼續發光發亮的其中一部 好 再次多謝Pentax Pentax 的香港代理 麗卻 和日本的Pentax 能夠給我一個機會 率先去試用這部相機 我下一部影片 也會拿這部相機 去尖沙咀佐敦 和女兒去龍尾灘 沙灘玩 會用這部機拍Codec Ultra 400 到時大家就拭目以待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好 好 好